肠病毒的疫情竟然异常反转 机关书表示国内肠病毒就诊人次 在连续6周下降之后 上个星期出现了反转上升 增加了9.8% 发言人罗一军直言 这样的状况实在是不太寻常 研判可能是暑期课程 还有旅游活动才导致个案增加 并且预估疫情可能会持续到9月份开学 肠病毒疫情打破过往经验 出现异常反弹 上周国内肠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 达12727人 较前周增加了9.8% 在连续6周下降之后 竟然反转上升 让专家们直言这状况不太寻常 时间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正常来讲 4到6月过了以后 顶多会拖到差不多7月初 就应该是没有案例的 今年比较不寻常 反而在这个8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开始反弹上升的一个情形 那推测可能是跟今年的暑假 有相当多的一些 这个客服或者是安亲 或者是夏令营的这些活动有关系 染疫人数增加 病毒型别也出现变化 6月底前国内主流病毒株 还是克沙奇A16型 现在转为克沙奇A10型 近四周占比达31.6% 而且跟其他型别相较 更容易出现急性淋巴结性咽炎 症状包含发烧头痛 且玄庸垂跟后咽臂 会有白色明显病灶 病程约4到14天 克沙奇A来讲 它的传播能力都差不了多少 最主要还是这种接触的传染 按到过去的间 有可能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 达到下一波疫情的高峰 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暑假接近尾声 就炸出肠病毒疫情 开学之后更得小心防疫 谢谢陈琳跟二弟特别棒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